LAYO聊世紀 天氣龍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4V4競技場團戰 這場比賽是由這個世界的高手們 4V4 這也可以說是世界最頂尖的團戰競技場 我們來看一下大家選擇的文明 好 先來看一下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是由Staymane 越南第二輪 這個選擇了印度 那印度這個文明呢 在競技場的表現相當不錯 後期有帝王駱駝 也有古拉姆 而且有超雲射程火槍火炮 還有攻城戰巷 整體而言打法比較需要黃金的一個做法 那印度斯坦呢也可以很快 就可以農上帝王世代 因為村民很便宜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這個日本人 日本人最大的特色就是 前期的採礦工地伐木場 還有這些魔防 價格都非常便宜 但競技場來說的話 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帝王世代後期 可以打馬功加上這個巨型頭司機 還有這個劍塔塔推 是一個很適合在競技場的一個陣地戰打法 那日本武士的話在團戰來說 不太亮眼所以不太建議使用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馬力人 馬力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飄悍精神 他的飄悍精神呢 可以讓自己的輕騎兵駱駝駝 重裝騎士都會有這個加傷害的效果 到了後期的駱駝跟氣息兵傷害是14點傷害 整個非常痛 那馬力人呢 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偏黃金兵的打法 因為他黃金有挖絕加成 所以黃金要多用一些才可以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那馬力人暴農的情況下來說 是很容易噴出大量的馬 那這些駱駝給對方壓力 有瑕果是非常大的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這個橘色 那橘色呢 這個橘色是不是好像略過了 咦 Viper 咦這個顏色 咦我發現這個大家的顏色都不太一樣 好我們先全部run過一次了 那達羅的P2人呢 他的升級史會給木頭 這個效果讓他開農時候 或是生時代都有一些幫助 可以打一些特殊的極限配置 去做一個升級調整 那達羅的P2人呢 在競技場的表現 主要是出大象弓兵 然後出這個輕騎兵 跟這個邊界兵為主 那邊界兵的效果其實是 有點堪 有點可憐喔 所以呢 都是打這個攻城戰項 還有這個相公為主 加上這個火炮 好那接下來介紹一下緬甸人 那緬甸人呢 也是被我稱為這個團戰之鬼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的飛鏢騎兵呢 在這個阿拉伯4b4的情況下 非常難產 可以克制所有的騎兵國 甚至呢連對方 西班牙的征服者都可以貼上去打贏喔 所以緬甸人呢 這個飛鏢騎兵呢 非常難產 但是缺點呢 就是造價非常貴喔 城堡師在初期要按的話 會按到頭破血了 可能會斷城都有可能 甚至經濟很難農喔 而且緬甸人呢 在團戰表現很厲害喔 他的生旅科技半價的關係喔 可以打飛鏢騎兵配生旅喔 然後後期可以轉大象喔 所以他是本身來說是一個非常吃手術的文明喔 要玩得好的話是相當不容易的 然後在競技場來說的話 他的強兵也是非常強大的喔 因為他的這個疾病呢 有這個加傷害效果 這個躁雲疾病喔 就是在說緬甸人喔 OK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Hera Hera這邊是選擇的斯拉夫人 那斯拉夫人在競技場的表現呢 也要是組這個開農為主喔 轉出這個一堆農鐵喔 轉這個大洛馬 還有轉這個貴族鐵騎喔 還有這個劍兵勇士槍兵 都有這個擴散傷害的效果 後期呢轉移堆大量的重頭 還有衝撤喔 去多個人價喔 是最佳適合斯拉夫的打法 那接下來看一下ACCN喔 ACCN這邊選擇了伯根地人 伯根地人最大的特色喔 就是他的農鐵喔 可以產生黃金喔 而且他的馬舟科技半價的關係 在競技場來說喔 很容易速身遊俠 那這個速身遊俠也只有第一波比較有感喔 那後續那幾波喔 可能會斷斷續續的出 後期的伯根地人呢 還算是需要靠火槍火炮 作為陣地戰的主軸喔 那如果跟隊友打阿黑的話 他這邊可能會轉一些火槍火炮 那遊俠的部分可能會少量出 或是直接轉出馬上清裝兵喔 在競技場表現都還蠻不錯的喔 好 那這邊 敗戰庭人 小石頭選擇敗戰庭人 敗戰庭人呢 敗戰庭人呢算是蠻克制步兵單位 跟駱駝單位的喔 因為他有這個 減騎兵額外傷害效果 而且他的垃圾兵喔也是非常強大的喔 因為他的垃圾兵呢 是有折扣解免非常大量 而且駱駝也相當便宜喔 即使城堡時代喔 不出敗戰庭聖騎兵只輸駱駝 也可以給對方拿過極大的壓力喔 那敗戰庭人呢 後期也可以打這個火炮塔陣喔 他的火炮塔 這個希臘之火 配上自己的 這個建築血量加成喔 非常坦喔 所以後期的敗戰庭人呢 也算是一個 塔公主軸的文明喔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全部的人現在在幹嘛 那這邊可以看到黃色 下一家是紫色 這邊是灰色 然後綠色 這邊四家在上面 然後四家在下面 青色、橙色、紅色、綠色 都在同一家 那我們經濟場的詛咒 主要是看外加是怎麼打 應該團戰現在打塔公公的人 越來越少了 不太會有那種 前期快攻壓制團戰的做法 因為太龍被擋下了 開始越來越多人會破解怎麼打 好那現在四家已經升城堡賽了 大家都是上城堡 那這邊要注意看有沒有那個 達魯P圖阿 或者是印度斯坦喔 打一個快攻喔 戰象快攻 好那這裡看起來是沒有 兩邊都是一個正常型的開農 印度斯坦很正常喔 好 中間就是兩邊都在落馬互打 想要爭奪這個聖物 好那一家沒有按馬就 那一家也沒有按馬就 都是一個直層3TC配置 好那外加的瑪莉 補了一個軍營 好 Hera這邊斯坦夫人 外加也選擇了3TC了 但是這裡有細節喔 他這個TC是蓋在石頭旁邊喔 待會就先挖一根城堡出來 做防守 3TC卡納 然後正面上石牆 夾住 就沒問題了 好Hera這邊大概喊救命了 不問題了 AC直接請Hera吃一根大亨寶 這根寶可以吃得很寶 好 請Hera吃一頓粗寶 好那 瑪莉人這邊呢 也有打算來插寶 這邊瑪莉是想要插寶 轉飛刀女獵手嗎 好 直接駱駝 Hera過來打一下 獨子蓋寶 擊殺了非常多的村民 後面的洛馬過來打架 後面的僧侶遭降 這根寶蓋不成 哇欸 Stay My Night這邊還出了幾隻 新奇兵幫忙打 Vipe了幾隻槍兵 好 反而做到了一些效果 瑪莉這邊蓋寶不成功 反而在家裡直接補了一根寶 好 這邊就要來看兩兵的細節打法 這邊ACCM升蓋寶跟城寶之後 果然馬上轉出了輕裝兵 馬上輕裝兵 在團戰來說 可能比遊俠更亮眼一點 畢竟她的遊擊戰打起來是非常兇狠 每一下的地下傷害都特別高 一直拉打一直拉打 很容易把對方打到頭破血 好 那 Miper現在是來偵查一下 城寶確定蓋在自己家裡 那這邊就自己出來挖胖 待會城寶就可以蓋這個位置 把這個正面守住 可以用巨頭開丟 好 現在內加的WP圖是4TC Kaino 這個農田非常多 那現在村民術最多應該是灰色 灰色 灰色現在是五三村 這個敗戰庭人 再來就是藍色 這個HERA 世界冠軍HERA 那Miper的村民術怎麼那麼少呢 他這邊是打一個單TC 然後打塔弓嗎 單TC速帝王 然後加大型箭塔 看起來是喔 但第一根還是要蓋城寶 可以慘巨頭 然後再搭配箭塔的攻擊 這邊生女出來招翔 想要招飛動女獵手 飛動女獵手第一時間收掉兩隻生女 這邊想要來蓋寶 但是看來是沒機會 好 白盆拉了一些鳥女回家 哇 這隻生女還是被點掉了 好 那第一根城堡要蓋家裡了嘛 那如果蓋家裡的話 巨頭前期的壓制力 就沒有這麼好了 好 前期兵過來解一下 但前期兵其實打不太 也一飛到女獵手 這個傷害值極高啊 每一刀都有10滴血 跟騎士傷害一樣 重點是有射程喔 可以拉打 好 那ACCM 波文帝人繼續蓋寶往前壓 那後方的生女一直在招翔 招翔完之後 反招後面的馬上輕裝兵 馬上輕裝兵 招翔到招 趕快去打工程器 工程器趕快往回 好 這雲再撈 有機會撈我掉一隻嗎 應該沒辦法 波文帝第一下打掉之後 傷害就很低了 飛修回來了 好 那 Hera這裡是沒有用買賣的方式去買一根城堡起來啊 慢慢挖慢慢挖 的結果就是讓對方挖了第一根堡起來 繼續插在臉上 這裡就有點危險了 好 後面補了更多的農田 好 五百七十石頭 好 這邊再看一下 好 打到臉上 VIPER升到帝王時代 很努力想要打贏對手的正面 因為這裡寶布壓在前面的話 他升速帝就沒意義了 誰買內這邊也知道啊 VIPER的打法是需要支援的 這一次在堪榮階段也是按了幾隻清洗 並幫忙VIPER進行斜防動作 OK 這裡飛刀女獵手 趕快再解掉 好 兩邊都在臉上蓋寶 現在VIPER應該是能蓋好 EMA003應該是很難蓋得起來這根城堡 可能要損失非常多的村民 才有機會 好 飛刀女獵手先打 好 但是後方的村民想要蓋起來 來 86 87 哇 瑪麗人這邊村民數值 賺下22村也要死拼命的蓋好 OK 這邊城堡蓋好把村民拿走 巨型頭17趕快按 炸藥桶也趕快按 那這根城堡就沒有機會修了 好 這邊就是要來賭 看誰的傷害更高了 這邊還拉村民過來 想要直接解 好 硬炸 好 巨型頭17 過來開始攻擊 但是VIPER的城堡血量已經掉了1000滴 看一下後方 好 馬上其中兵 終於有機會留了劍率 後面補力跟城堡 HERA這邊防守戰打得非常艱辛 然後這個情況 HERA是可以轉一些生率去進行防守的 然後貴族鐵席可以再按一些 然後邊打邊防 那重點還是要趕快升到帝王時代 貴族鐵席不能按太多 好 VIPER這邊還轉出了一台衝車 衝車配巨頭 那看起來 VIPER這裡是有機會 直接收掉這一根城堡的 看來的工程器製造手 家裡 家裡有一個 好 這邊城堡偷偷使用一下 哇 這個炸藥桶 炸到城堡血量只剩下1600滴血 那現在VIPER還有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趕快 在後面再補一根新的城堡 就可以去防守這根城堡 這個城堡掉了 這裡的巨型頭司機也會相當安全 好 後面城堡先拆 反而不是先拆前面的 這個城堡最後003沒有拿下來嗎 哇 尷尬啊這個 最後還是有VIPER拿下這根堡 好 Hera這邊也不妙 現在 Hera這一側了 兩邊的外架都快被打趴了 雖然以Hera的實力來說應該暫時沒有問題 她的防守應該是很堅強 那關鍵就在於那一家了 團戰之鬼飛鏢騎兵 能不能拯救世界 好 那那一家的 這個WP圖 果然是轉出了相弓 WP圖 團戰不打相弓 就是來戳的 好 那這邊往下看一下 欸 這裡有一個洞 要不要走進去呢 VIPER這裡想個一下 嗯 有洞並不是100分 我們先往下鑽別的看看 還是要直接繞幹打那一家 畢竟瑪麗人剛剛蓋這根城堡 死了一堆村民 現在村民處只剩下20村左右了 基本上是個半死人 我也趕快拉一些僧侶去 招搶你的大象弓兵喔 WP圖沒有一段寫說 所以這個大象弓兵 招到了就是我的 而且我現在是帝王時代 有科技上的優勢喔 招搶射程是9加3 12點射程 想怎麼招就怎麼招 一出來就被招 可憐啊 好 這邊還點下救贖思想 待會VIPER的生旅 就可以繼續招搶 人家的建築將位 好 那VIPER直接在臉上 想要扶一個城堡 這樣還點下救贖思想 但是沒有神權政治的關係 現在所有的僧侶喔 進入了CD時間 這是僧侶最危險的時段 好 上班 這裡要小心 城堡這裡要趕快互丟 好 正名工程 右邊的達魯P圖的城堡 血量越來越低 然後馬力人真的是被無視了 自拍了一根巨頭給對方壓自己 但是他主要的技能是打這邊 OK 神權政治終於補下了 待會VIPER的生旅燒響 壓力就會給的很足夠 好 現在緬甸人努力使用巨型投擲機 再補一些防止 但是現在左邊兩家已經快一波倒了 所以上這個情況一定要爆出大量輕奇兵喔 那達魯P圖本身也有這個烏之鋼科技喔 待會也可以造成真實傷害喔 應該是無視敵方裝甲 好 這裡大象公兵有點要小心喔 哇 這四隻象公可能都要被招降掉了 哇 哇 尷尬了 達魯P圖的主力被招降 反而現在騎騎兵有點 不知道該怎麼辦 如果上去的話又被 印度士台路頭給吃掉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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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完了 這台巨型投擲機也被招降 好 上方的馬就也開始被招 完了達魯P圖這裡是直接損桿爆炸 出象公反而出事了 這裡可能轉強弩會更好 因為長弩生產速度更快 而且打僧侶 被招降掉也不是那麼的痛喔 完蛋喔 好 達魯P圖現在連精銳也點不上 加利直接BBQ 印度士坦的帝王駱駝也在升級當中 現在團戰之鬼要趕快過來救一下 好 博文第一 加上飛鏢士兵趕快來救一下 好 達魯P圖馬上前 想要解掉Mife的僧侶 但是僧侶直接活了下來 欸 這波輕騎兵好像衝太快了 沒有等隊友在一起衝 好像錯失良心 結果日本已經變成了真正的相公文明了 十隻相公 威力其實蠻痛的喔 好 但是 緬甸這裡也是順利的 把外圍的城堡拆除了 Hera也出關了 然後Hera這邊也要下去救嗎 但Hera不下去救的話 好像會出事喔 直接掃第三家 這些第三家基本上也是 沒什麼呼吸就是了 好 結果博文第一 這邊也來湊個任道 看可不可以直接把他給搞定 好 Mife這邊 生女數量還是很多 這裡可以招翔 要不要招翔 哇靠 這麼速度好快 這個招式是怎樣 直接一堆箭頭出來 OK 招到了一隻 好 版本這一波打得非常亮眼 日本巨型投死機 加上生女的速攻戰法 無人可敵阿 但這個打法 確實要內加搭配喔 Staymanet這一波 前期打得很漂亮喔 輕騎兵少量的出 後期展出大量帝王駱駝 顯著Viper進攻 防止輕騎兵跟 跟這個遊俠出來喔 雖然這個後排沒什麼遊俠 只有這個相攻而已 哇 這個搭配打得非常漂亮 Viper這邊應該是順利拿下比賽 飛鏢騎兵想要進來四個一波 能不能解掉大量的生女 好 Viper這邊招 也是招到了非常多的飛鏢騎兵 六隻飛鏢 好 這裡蓋寶想用蓋 但是這裡直接踩在這個地方 好 這邊已經打出了GG 但是YO沒有打上用G嗎 好 還是GG了 我們恭喜Viper這一方 拿下比賽的勝利喔 Hera這邊右側喔 是直接打到頭破血流 這裡灰色喔 這個是打敗彈體喔 打強奴配槍兵阿 把這個貴毒鐵騎喔 直接給全部收乾了 帝王駱駱帶過來 Hera這邊也沒有辦法打贏帝王駱駱 一定要轉步兵喔 那轉步兵的話 又會被喬駱給射歪喔 可以拜登庭 這裡是有足夠多的方法 可以打贏斯拉夫人喔 好 下方這個地方 就其實不是很意外喔 當然沒有看到塔弓出來 反正是直接各種寶壓壓在臉上 我還以為Viper會點個銀罐 然後去用日本大型劍塔慢慢推進 好 那這個打法喔 確實是一個日本的不錯參考方法 帝王時代 速帝王 然後轉聖旅 雙修道院 工程器製造所防守 然後可以按衝車進攻 然後再搭配大量的村民去蓋寶 巨型投資機一直量產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應該是有 這個灰色拿到資源上的勝利喔 畢竟他剛剛是偏濃的 那印度斯坦沒有拿到經濟勝利 是因為西馬內前期出了一些乒乓 所以經濟沒有在第一時間到最好 但是由於由 Viper有這個西馬內的幫忙 所以造成這個選手越滾越大 戰國越打越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不要超級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見到我來看 今天頑端有 клуб став案 我們集完 我們下個拍和